珍珠聖夏芒果千層烘焙新手 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你一定會成功 只要有愛就可以了 你要想像你吃的那個畫面的人是誰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實話實說 今天要介紹的是聖夏的芒果 我們今天選擇用西絲跟艾文兩種不同的芒果 艾文的香氣本身是最夠的 在這邊帶有一點點的果蜜又有點出油 這個代表它熟的那個程度剛剛好 在切的時候呢 沿著它距離它蒂頭的地方 大概約0.5公分這樣切下來 旁邊就是籽 那我們在切芒果的時候啊 正常模式大家都會這樣子 然後用剝的 你會看到它其實殘留很多的肉在皮上 將近三分之一 所以我們在家切 你可以先把它切成船型 就這樣輕輕的順著它滑下來 師傅我有看過有人用杯子耶 也可以 其實它那個果肉會比較容易破裂 所以你這樣子就好 就會讓我們這個中間有芯的 它該怎麼切啊 中間有芯的部分呢其實很簡單 來你就順著這裡 握著這個芯的這個地方 大拇子扣子 你看這樣下來耶 剩的這個 你可以用湯匙刮它的果汁下來 再加一點點的檸檬汁 一點點的醋 少許的鹽巴 以及再一兩匙的醬油 就可以做一個醬汁來涼拌囉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 在家就算你沒有烘焙經驗的人 一定也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點心 材料非常的簡單 麵粉 奶油 糖 全蛋 鮮奶油 鮮奶 把它全部丟到果汁機裡面 打到濃濃稠稠的 邊邊我們如果沒有看到一些粉粒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過篩 過篩是因為怕如果說沒有打勻的那個麵粉顆粒 會影響我們的口感 這樣子 我們千層餅皮就完成囉 這組剩下芒果千層呢 烘焙新手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你一定會成功 只要付出足夠的愛心跟耐心 因為這一組最麻煩的就是現在這個步驟了 這步驟是 重複20次以上 好累喔 所以我說只要有愛就可以了 會開始有需要什麼訣竅嗎 沒有 要用愛 你要想像你吃的那個畫面的人是誰 小訣竅 如果說我這邊有一片煎壞了 不要緊張 千層餅皮 只要第一層跟最後一層 它是漂亮的這樣就好 但是我們最後的一片啊 會煎的比較大片 因為它越跌會越高喔 所以最後一片甚至倒數第二片的比較大 把攤平放涼就可以來組裝 我們就接下來繼續煎20片 千層整個煎完 就放冰箱讓它放涼 就可以來打發鮮奶油 好 我們把鮮奶油打發 接著 Mazukarbon cheese 然後放入糖 加一點點的檸檬汁 一點點的香草精 跟一點點的均度橙酒 再加入我們剛才的一點點的果泥 再把這兩個拌勻 這樣子我們的芒果內餡就完成囉 我們把芋皮鋪平 因為我們中間會越跌越高 所以旁邊的餡料可以再厚一點點 等到它有一定的厚度的時候 在第四層或者是第五層喔 就把我們剛才切的 艾文跟西施 這麼多 自己要吃的 我們千萬不要小氣 千層沒有什麼 就看起來層數一定要夠多 氣勢就會出來 當我們已經鋪滿了之後呢 再把它冰一陣子 切開的時候 我們就得到漂亮的千層囉 我來試吃一下 這一組呢 我們使用了Mascarbon起司餡 所以它本身的餡料吃起來 就比較清爽 會引出我們芒果的香氣度 當然覺得膩口的時候 芒果本身的酸度 又會去解除它的一個膩度 請務必要再加試一下 這樣的芒果千層 真的非常的好吃 好 我們在選芒果的時候呢 有的人會看到說 我芒果上面出現這個樣子的小黑點 是不是好的喔 其實如果說它有些許的小黑點 代表它的熟度 慢慢達到一個集中的狀態 也就是說越來越成熟 芒果的纖維質含量很高 而且有大量的維生素A喔 是我們知道有些比較容易過敏的 我們就適量的吃它 一次盡量不要超過半顆的量 如果說有要減肥的啦 或者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 要注意一下 糖分其實算很高 所以在吃的時候 也要特別的注意一下 這樣就好了喔 今天已經把芒果的整個優點 都帶出來了 喜歡這一道 夏日芒果千層的 一定要回家吃吃看 我們今天實話實說成功 耶~~~